电子报又贴文了 他呼吁检察官赶快传胡定吴 从金流 从钱麦 从电话通电记录 赶快来查明现金事件的全貌 这件事情往下还有发展 对不对 佳青 确实是 就我的了解 马总统呢 其实从1998年 开始选第一次的市长 他收了多少钱 他自己心里有素 2002年他再度连任市长 他又收了多少钱 其实我讲明的就好了 连战先生啊 当时的国民党主席啊 说他给马英九 好几个亿去选举 那请问 马市长去做申报 是申报了多少啊 即便那时候政治现金法 虽然没有通过 没有错 可是我们还是要申报啊 根据监察院的规定 我们都有申报啊 那他申报了多少钱 那他就有登载不实的问题存在 这是诚信嘛 好 第二个 2008年的时候 他又出来选了总统 2012年又再次连任 这当中 请问一下 有多少的财团 在这当中 也贡献了 没有申报的政治现金 现在要不要一条一条来交代 当然我不想说外面的那些传闻 说什么上百亿 什么这种说法 但毕竟 有被具体指控的 两亿啦 五亿啦 这种说法是甚嚣成上 那我前几天就一直不断在呼吁了 我说特政署你们在睡觉吗 那连政署你们在干什么呢 总统被这样严重的侮辱了 你们不应该好好赶快借入去调查 还给中华民国总统一个公道吗 不可以 不可以吗 不可以 对不对 这个不是马英九个人受辱啊 不是 搞不好他的是真的 那怎么办 如果中华民国总统这样被侮辱 是等于中华民国人民集体受辱啊 所以我说 民意人可以放话没有错 民意代表也可以指控没有错 可是司法机关要做最后的负责任 是说我要去测查嘛 对不对 不要让这种谣言 或者不实的说法 继续去流传下去 所以我早就呼吁说 要这样依法治国家来办嘛 你说的是谣言跟不实的说法 万一是不是真的 还在做乱呢 可是那个标准是一致 然后过去陈人匾在当总统的时候 陈瑞仁不是也跑到总统府去 救训陈人匾吗 就是说你司马机关是可以主动作为 可是这一次的事情是 在经过了两个礼拜的 大家的这个纷争之后 你现在终于才开始动 好你动 我觉得都是好事啊 只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很有趣的是 头是顶心嘛 尾巴是马嘛 那中间就有很多闲杂人等 譬如说像我们林德瑞啦 胡定吴啦 刘大贝啦 大家互相告来告去 都告周一寇嘛 有的要三百万 有的要两百万的人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头尾这两端 一个是给钱 钱给出去的一方 一边是 有没有收到这笔钱的那个人 那我觉得这两端的态度都很奇怪 中间的人告得这样子 不亦乐乎 可是你看这两边的头头 一边是我不疑 也这个 不会发表任何评论 这是顶心的讲法 然后马英九的讲法就是 发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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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的确没有很清楚的说 我没有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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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说 我告诉你周一寇 告诉你周一寇 告诉你周一寇 没有嘛 那找了很多的理由 不去采取 告周一寇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第一个 清廉是马总统 最后的一块招牌了 他除了这个之外 什么都没了 你最后一块 你都不要保 你都不要保护吗 第二个是说 马总统有没有告人权利 其实多得很 他不只是告梁文杰啊 他在这六年之内 告过多少媒体人 我本人就被他告过啊 陈立宏中年话 谢志伟都被他告过啊 他跟金普洞两个人联名告的啊 所以 哦还有刘文雄啊 所以不要 不要把自己讲的多清高 说哦 因为尊重言论之有 总统不宜谁能告 你告我们告的可开心了 而且你输了 还要继续上诉 然后你再输 我就不知道马总统 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标准 在面对我们 面对刘文雄 跟面对周一寇 如果这件事情 你是清白的 你为什么不提告 所以我觉得 投回这两端的态度 都让这整个社会 起了更大的疑问 是不是真的 拿了这些钱 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我来说明一下 我在民国95年的12月8号 我去特征组做过证人 我相信周一寇 应该也是证人了 8年前我去做过证人 那时候查黑中心 在公园路跟那个管前路的交叉口 我记得 那基本上来讲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特征组已经把 马总统列为犯罪嫌疑人了 因为当时是侦查马英九的 特别废的案子 所以他找我去当证人 那也是看到当时的报道 所以我觉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代表 如果我们相信司法的话 可能就是特征组 已经认为 马英九被列为犯罪嫌疑人 所以他开始先就训证人 我判断明天 周一寇可能是证人 那接着他就会去查 包括你的官 高职是谁 底点 时接 然后胡定雾 但是如果有一个关键点 我看他会不会到总统府去 受讯 对 因为后来我记得 那个时候我当过证人之后 马英九也被请到 当时叫查黑中心 也被去询问过 那我特别提起两件事情 在政治现金这个案子 民国93年的5月之前 所有政治现金 它只有罚则而已 所以你马英九 不管是87年选市长收的 或91年选市长收的 基本上他罚款就最高上千 所以到民国93年5月通过之后 他的罚则就比较 定的就非常清楚了 所以在民国97年的时候 才会在当时监察院 查了2300多件的 违法政治现金 那违法的2300多人里面 那我在去年的90 102年的6月21号 我针对双子心案 我去当时的地检署 去控告过 控告过的时候 当时的地检署的检察官 也找我去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案子 如果从政治现金来谈的话 他就会移到监察院 因为政治现金的话 他是属于监察院管的 所以我记得当时 我是去检举六个议员 我在去年四月 结果6月21号 检察官就找我当证人 去谈这个案子 谈这个案子过程当中 他听到政治现金的时候 他都会认为政治现金 就会移到监察院 但如果说你的非选举期间 然后又有对价关系 那就贪毒 那特征者就继续办 所以如果说 你把这个时间点 是定在他在选举的期间 所以Coco 为什么也会在他的声明稿 特别提到 你在法律上或许没有问题 但你到这上有瑕疵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们认为 马总统未来 要是在法律上面的问题的话 那就可能就是第一个 这是有对价的关系 而且他收起的时间点 也要非常的明确 否则的话 我在 我以我记得例子 6月21号 我当时谈这个案子的时候 检察官的标准答案是说 如果是根据政治现金 我们主管机关是监察院 OK 我特别讲一下 就是说前天的10点29分 曾经特小姐那篇Facebook上的文章 他有意思 他先说 钱给了 拿了钱以后就是不一样的关系 那我是把它解释成 那就是对价关系 可是后面他就写 法律上他没有问题 他只是道德想吃 因为 马英九 没有把这个钱放来口袋试用 我不太了解 我前面后面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说他避开 然后他一直在讲 不是给国民党 是给马英九 然后是给马英九 不是 是非政治现金法的现金 哇 那问题大了 那就不是 不是所谓的政治现金 那可能跟行贿都有关系 那所以我说 这个事情 不好聊 嗯 好 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